欢迎来到保健养生频道 根据传统中医理论 失眠的主要原因为 脏腑机能紊乱 尤其是新的温阳功能 与肾的滋阴功能不能协调 气血亏损 阴阳失调 避免失眠 小编推荐大家要少喝妨碍睡眠的 咖啡、茶和少喝酒 可以用中医穴位按摩起到疗效 第一个按摩穴位的方法就是安眠穴 在颈部后面 耳后膏骨的外后圆 睡前用拇指按压50次 可以很好地改善失眠 此外还有一个失眠穴 那就是位于脚后跟的终点处 也被称为百敲穴 阻止失眠、头痛、心慌、烦躁 大家可以用双手固定一只脚 用两手的拇指去按揉此穴 力度以感到酸痛为宜 每次5分钟 当按压穴位的时候 大家要放松心情 深吸一口气 然后缓缓地吐出 通过这种按压穴位的方法来刺激 可以达到致病的效果 再来就是三阴胶 三阴胶是在小腿内侧内裸 肩、指、上、四根手指的长度 每次在睡前按压两分钟 也是很好的治疗失眠的症状 此外除了三阴胶以外 我们还可以按压软骨穴 软骨穴是调理失眠的一个重要穴位 此穴位在主部内侧脚窝中间的位置 如果你是由于心火焦大 在晚上总会莫名其妙的乱想一通 因为心烦意乱而导致的失眠 那么对阮骨穴进行按摩 可以起到很好的缓解失眠症状 每次按压的时间保持三分钟左右 按压后你会发现 烦躁的情绪得到缓解了 对于促进睡眠发挥有着非常好的效果 不仅如此 阮骨穴还是糖尿病患者的福音 因为对于患有糖尿病的患者 在日常养生中 不妨多对此穴位按摩 可以很好地改善糖尿病症状 那么再搭配一个食疗 可以起到更好的安神作用 大家是否知道这是黄花菜 黄花菜有被称为安神菜 具有镇定神经的效果 除了煮汤喝 大家也可以将它制作成各种佳肴 小编在这里推荐更简单的方法 改善失眠症状 那就是将黄花菜用热水泡开 睡前饮用 就可以起到很好的安眠功效了 我们在搭配按压穴位的同时 来个黄花菜水 可以更好的治疗 痴眠的症状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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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